就是 像是有中文會變好 英文不是很好看不太通 那我等一下稍微解釋一下 這部片主要在做什麼 對有可能因為他的那個 英文就是大家講的英文比較 菲御賓式 所以 還有嗎還沒有人想要 分享什麼 菲御賓 原本這個鼠賬本來想去 那個 我們來看看因為那個 很怕讓自己走 但是沒有想到就是那裡 所謂基礎建設很差之外 那裡農民生活可能 比想像中文更長 你是去過還是準備要去 沒有去成因為下大雨露斷掉 就像他們一樣 了解了解 他還是一個蠻值得去的地方 還有沒有人 想要分享一下看完的感情 沒有嘛沒關係 沒有也沒關係 那 因為就像剛剛講就是有點抱歉 因為他是一個就是 他沒有他沒有 中文字幕然後因為這部片是 我在菲律賓的時候 跟當地人拿到的一部片子 對啊然後 我剛剛在一開始的時候有 很簡單的交代一下我的背景 就是 我念的是人類學 然後 這個地方其實是我 做天野的地方 然後 我做的題目主要是 原住民的抗爭運動 就像剛剛在片裡面 你們可以看到 就是他們有拍到那個 他們去參與一個叫 叫Kodira Day 叫Kodira Day 這樣的一個慶典 那 我很簡單稍微交代一下 那個背景 就是 菲律賓 他們在 1970年代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共產黨 就是他們菲律賓的共產黨 就開始在 就是整個菲律賓開始 發展他們的勢力 然後 過去 因為 他們的三項其實 他們三項基本上是住人住民嘛 然後呢 基本上 在從殖民時期開始 其實 政府一直都沒有辦法很有效的 把統治的力量進到這個地方去 然後 所以其實 你可以看到 即便到現在 他們的基礎設施啊 然後對外的交通什麼都非常的差 然後 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那時候其實 你可以看到 特別是在 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克利萊亞地區 它 其實基本上是 共產黨很主要的根據地 那 為什麼會有克利萊亞日呢 就是 在1980年代的時候 那時候 菲律賓的電力公司 他們跟世界銀行合資 想要蓋一個 蓋 有一個 很大型的一個水壩計畫 然後 那時候計畫是要蓋六座 六座水壩 然後呢 當地人就開始反抗啊 然後 就是 跟 跟共產黨的勢力 就是 在裡面一直有提到一個 New People's Army 就是NPA 然後它其實是 公產黨的 算是 武力 武裝部隊這樣子 對 然後 其實後來 這個抗爭運動 它算是成功的 就是他們把這個計畫 很成功的擋下了 然後 可是你可以看到 就是說 一直到現在 因為這個山區 它其實有非常非常多的資源 比如說 剛才在片裡面 你有看到比如說 水利資源啊 然後礦產啊 其實從 從西班牙時期開始 這個地方 就一直是 殖民者想要進去的地方 就是 以前我們在念歷史課本的 在 在上歷史課的時候 會講到說 就是 西班牙他們殖民了 除了 除了菲律賓之外 他們也殖民了 墨西哥嘛 然後那時候他們就 從墨西哥那邊 有 就是有很多白銀 然後從 菲律賓他們就帶 就是 找 挖到了非常非常多的黃金 然後 其實他們很多黃金 就是從這個地方來的 對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其實他們 他們跟外界那個 抗爭 或者是說 互動的關係 其實從很早很早 以前就開始 對啊 那這個也是 我剛剛講到就是說 好那80年代 他有一個很大的 一個抗爭式 然後他們成功了 然後呢 可是這個成功的 背後其實有一段故事 就是他其實裡面 有稍微提到 不知道大家 可能沒有那麼清楚 但也沒有關係 就是 他們那時候在反水壩 有幾個比較重要的領袖 然後其實有一個領袖 就是 然後這個人呢 他 在 1984年 不對 1980 還是 81年的時候 然後反正就是 在 政府的一場 就是 槍擊戰之中 他就被射殺死掉了 然後呢 欸 就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 大家反而更 更生氣 然後就更群起反抗 然後把就是 反正這個運動之後就成功了 然後 這個人他過世 他過世的時間是 4月底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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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開始 反正他就是 Verry冰他們 人過世 就是這個地方的人 他們過世 他們每年都會辦 類似追思會的活動 然後他們就這樣辦了 兩三年 然後因為他是一個非常具指標性的人 所以 其實非常多的 當時的組織工作者 或是反反運動的人 他們就會在 他過世的這些 全部都集結在一起 那 他們後來就覺得說 欸 那既然我們在這一天 我們都集結在一起 那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變成是一個 更 更 呃 可以更 多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們在1984年的時候 他們成立一個叫做 Colidera People Alliance Colidera人民聯盟 然後這個人民聯盟 他們就變 開始 舉辦了一個叫 Colidera Day Colidera日 就是在4月底 就是在這個 Colidera 他過世的這一陣子 然後 從那個時候開始 就是每年4月底 他們都辦這個Colidera日 然後一直到現在 所以其實他已經過了 三十一個年頭 對 那 我其實想要 很想要交代一下 為什麼我們開始做這個 做這個研究 然後 其實還蠻有趣的 我覺得 覺得是 是冥冥之中 因為我那時候 我以前對菲律賓就很有興趣 因為我覺得菲律賓是一個 離我們非常近的國家 可是其實我們對這個地方一無所知 然後我就一直在想說 那我是不是 呃 我就覺得我想要去找 不管要做什麼題目 但我就想要來這個地方做研究這樣 然後 那時候反正就到處跟大家說 欸我想要做菲律賓啊 然後 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知道獵人學校 台東的獵人學校 然後 那時候我有一個朋友 他在獵人學校裡面 然後他就 然後 我做一的時候吧 然後他就跟他 他聽到我想要做菲律賓研究 他就說 欸他前幾年有去參加過 就是這個科力大日 然後 他就推薦我說 不然你去看看吧 我覺得這個搞不好 你看完以後你會 很感興趣 然後 我那時候就上網查一些資料 然後他覺得很特別 然後因為他有一些中文資料 就發現到 欸好像有一些台灣人曾經去過 然後 那時候我剛好參加了一個 在台灣有一個 就是有一些 原路民青年 大概跟我差不多大的 年輕人 然後他們辦一個讀書會 一個 台灣人作品運動的讀書會 然後我那時候就跟他們說 欸我看到這個 我朋友跟我推薦 然後我想要 去看看 這一個 這一個 呃 慶典 然後呢 就很驚訝發現 那個讀書會裡面十幾個人 然後竟然有 至少三十個人 他們曾經都參加過 然後我後來才知道說 其實 台灣有非常多的單位 包括比如說獵人學校啊 或是原廁會啊 然後或者是世青社發所啊 其實很多人 他們從 從一九九七年開始 然後 每年都會 呃 有人到那個地方去 呃 參與這個科力雷亞爾 一方面是聲援 然後一方面是學他們 怎麼樣去做組織工作啊 或者是怎麼去 呃 動員這樣子 那這也是為什麼 欸我突然發現到說 欸那那那 會更想要去做研究 就是因為 呃 我覺得 呃 或許可以有 呃 更不一樣的觀點 比如說因為大家通常去參與 就是想要去學他們怎麼做組織嘛 那 可是好像 對於這個地方的 就是菲律賓的賣路 他們到底怎麼樣實際上運作 好像沒有真的那麼弄得那麼清楚 因為大部分人去 就只是參加科力雷亞日而已 就沒有參與他們日常生活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就想說那 那那我就想要做這個研究 然後就到那個地方去 我今年 我去年是第一次參加 然後 就是也只是參加那個科力雷亞日而已 然後 到今年我就在 今年上面也我就待在那個地方 跟 當地的一個農民組織工作 對啊 那這是 呃很簡單交代一下 呃 我的背景這樣 對啊 然後其實 在那個地方 呃 呃 剛剛可以看到比較 呃 這部片主要著重的是農業的議題 對啊 然後其實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覺得 因為他們其實是以聽田為主 然後大家不知道會不會想說 欸 他那個看起來到處都是田啊 怎麼好像 他們就把自己說得很慘 或者什麼的 那 因為剛才有人說聽不太懂 所以我就很簡單 稍微交代一下 到底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那他們在過去呢 呃 呃 他們本來他們是以這種稻米為生嘛 那他們傳統的那個 稻米的品種 他是一年一貨 就是在 他們 乾 他們乾季是 呃 呃 我們上半年的時候嘛 然後到可能五六月的時候收成 然後通常他們這樣種 就是雖然只有一貨 然後呢 他們這一貨收成的東西 大概可以撐半年 那剩下半年他們要怎麼辦呢 在過去是 呃 就是因為他們是 呃 梯田嘛 然後基本上他們的梯田都是沿著河谷 在就是 耕塑 然後在河 就是在梯田的 呃 再往上一點的地方 它其實是 呃 樹林 就是他們的山頂幾乎都是樹林 然後在那個交界的地方 他們就會種一些 比如說 呃 比如說芋頭啊 然後 呃 地瓜啊 番薯啊 這一類的東西 然後 呃 其實這些地方他們其實在過去是 呃 比如說 怎麼講 稻米 就是稻田是 是私有地 就是每一個 每一個家 每一個家這樣子 然後每一個家族 然後可是像就是那個 呃 梯田跟樹林中間的這些土地 它其實算是公有地 就是他們有就是很明確的那個 就是 呃 就是到底是誰的地啊 然後只要你有需求 都可以去種 然後過去 過去其實他們就是 呃 靠這樣的生活 就是在 呃 米都吃完了那一段時間 他們就是在吃 就是他們的主食 其實並不是 稻米 而是 而是那些什麼地瓜 番薯啊 芋頭啊 之類的這些東西 對然後 一直到就是現在就是當代就是他們比較 比如說 呃 大家開始比較有一些比如說 土地權的概念啊 或者說外面有更多的工作機會的時候 然後再來就是片中其實不斷一直在提到就是 政府引入另外一種品種的稻米 那這種品種稻米當然一開始乍聽之下非常的好 就是他一年可以種兩到三貨 對啊 然後可是他就連帶有一些影響 就是 他剛剛就是裡面有提到說 他們引入那個殺蟲劑啊 然後農藥啊 肥料啊這些東西 然後 這個東西他 他就有點像是 呃 強迫農民去 因為他們就是 剛剛可以看到說 他們的 他們過去自己做足都沒有這個問題嗎 可是當他們開始種這些商業的稻米的時候 他們必須要認到三家去 然後通常他們是沒有 沒有能力沒有車可以送到地方 他們就必須要靠就是那些中間商 那其實還蠻好玩的就是 因為他們平地有幾個據點是 呃 就是 比較大的那個中盤的那個市場 然後呢 這些人他們只要準備要收成了 他們就會 傳簡訊 傳簡訊給這些中盤商就說 欸我現在這邊要收成 然後你可不可以來收啊 然後會問一下價錢 決定說他要去 他要找哪些中盤商來收 可是通常這些中盤商來後有一個問題 就是 你可以看到他們的那個 嗯 山路其實很不好走 然後會花非常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他們通常就會帶著這些 農藥啊肥料啊這些東西來買 然後如果說你不 你不買這些東西的話 那我也不要送你的東西 反正你就只能靠我嘛 不然你也沒有辦法收成它 所以 有點像是一個惡性循環 然後 其實剛剛片裡面也有提到說 政府從2010年開始就開始要推 有機農業 然後因為他們覺得有機農業 好像是一個就是 現在的趨勢啊 然後比較好賣錢 可以賣到比較好的價錢 可是 這個東西就開始 在推的時候其實發生很多 當然 有些人就會開始 他們政府的方式就是我試點嘛 就是我找一些人 然後可是這些人他們就說 我們旁邊的人 除了我們做有機農業 可是旁邊的一樣用農藥啊 那其實沒有用 然後再來就是他們的賣的東西 當然就是 就是 外觀就不好看 然後賣的價錢就會賣得很差 或是什麼 所以其實有機農業 從2010年開始推到現在 其實非常困難 然後再加上我們 就是這幾年 特別是今年吧 比如說 菲律賓加入那個什麼 TPP還有什麼東協的一個 我有點忘記那是什麼東西 然後就是跟農業協定 然後他們就讓更多 就是比如說 中國啊 然後越南 甚至他們 他們就 我當地的人都跟我說什麼 台灣一定有進東西來 然後就很討厭我 然後 他們就會覺得說 就是這些東西其實是 繼續打擊他們就是 農業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現在 其實現在越來越多人 他們在放 就是放棄在農耕 他們會寧願出去外面去 去工作 對啊 或者是說 有些人好 我一樣 我可能花半年的時間種 種 種 稻米 然後其他農賢的時間 因為我現在基本上 沒有人去蓋 去那個工有地種東西 因為基本上已經沒有工有地了 然後呢 他們就會去外面 比如說做 有些人是做那種觀光客 賣給觀光客那種手工藝品啊 或是外面打零工啊 基本上就是這個地方的狀況 是這樣子 對啊 就是他們的 就是這部片裡面主要在講一些東西 那其實裡面也有提到 其實這裡面蠻多議題的 我覺得等一下就是看大家有什麼 就是對哪一些特別有興趣 我們可以再 再多談 對啊 但是 就是你可以看到 其實有非常多 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說 比如說菲律賓的政府 其實是一個比較 弱的政府 然後他們 就是大家都會說 他貪污啊 效率不髒啊 什麼的 然後其實在菲律賓 有非常非常多的恩區 又在裡面工作 那 可是也是因為那個歷史因素 就是剛剛講到那個 共產黨在 山區裡面 其實他們的勢力很 就是 一直到現在都還是很大 然後 所以其實 政府就會對這些 比如說 可能反對 他們 或者是說做一些 就是 就是 怎麼講 對就是反對政府意見的 比如說NGO啊 或是教會啊 什麼的 他們就會直接說 你們是共產黨的判決 然後 就是 會這樣去嚇人啊 什麼的 像我之前 我之前在那個 我剛剛說我在農民組織工作 然後我在去之前 我那個組織的同事 他就是 他主要是在做 跟 政治犯有關的一些 業務 然後就是會去 定期去幫他們打官司啊 或者什麼的 然後他就是在 下班的路上 就不知道被誰搶殺 就是 其實你會看到 就是在菲律賓有 就是 即便到現在 都還有很多很多這樣的事情 然後 政府就直接說 那一定是共產黨弄的啊 然後 或者什麼 就是反正他們什麼事 一堆推給共產黨 去弄這樣 對 然後 然後 再加上這個地方 其實 我其實還蠻喜歡這部片 它為什麼會 它會用廣播來 作為 它的主軸 就是這個廣播 它是在 科威良亞地區 第一個廣播電台 可是它好像是在 2011年吧 還是 2009 有點忘記了 反正他們那個時候才開始有 然後當然現在這個已經停播 就是它已經沒有再播了 可是 為什麼廣播重要呢 因為 其實那個地方 我們可以看到 去那個地方其實很 很不好去 像 我從 我從 台灣 搭飛機到馬尼拉 只要兩個小時 可是呢 我要從馬尼拉到 這個地方去 首先第一個 我要先坐 客運到 我坐 我坐 我坐停的地方在一幅高深 然後呢 我就要先坐十幾個小時 六個小時吧 有點忘記了 十六個小時到那個地方去 然後呢 我還要再 再搭 再轉車 再搭另外一個巴士到 到裡面去的話 又要再搭大概五六個小時 然後剩下村落的地方 就已經沒有公眾交通工具 所以其實 我在那個地方 後面的時間 我就是 因為我 我們的工作就是要到各個村落 去跟他們就是 看他們有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需要什麼樣的幫忙 所以我們可能 村落跟村落之間 我們就是靠走路 所以可能每天就是要走五六個小時的路這樣 然後 你看他們這樣交通普遍的狀況 所以 其實他們的那個資訊來源 主要是廣播 對啊 那可是 就是他們的廣播基本上都還是 你可以看到 比如說 可能有一個地方的廣播電台出現 可是 其實政府就會無所不用其極的去 去 把他 就是 那個 那個頻率折掉這樣 然後甚至是像 像 柯伊雷阿日這樣的一個慶典 他在做的事情 有點像是一個 工作坊 就是 我們 就是 這些NGO或是什麼 他們會 嘗試的引入很多的資源 告訴他們說 其實政府現在在做什麼事情 然後 不見得是對當地人好的 然後 政府就會無所不用其極的去阻擋大家參加 比如說 比如說 我們之前 去的時候 就碰到一個狀況是 就也 其實我們大家 當然都不知道說 到底是不是政府做 但是大家都會直接跟你說 他們是政府做的 就是譬如說 在路上會撒很多的那個 塗釘阿 然後 就是 那個車子過去的時候 就會爆胎 或者什麼之類的 就是 然後或者是他們就會把那個 就是 呃 什麼 山泉水就是引到 那個 大麻路上 然後就是那個路就會整個 就是土石灘放 你就過不去阿 就如此類像這樣的東西 所以 我還蠻喜歡這部片的原因就是因為 呃 他用廣播作為一個影子 然後 他 呃 你可以看到他不斷地被 就是 一直被 就是那個 訊號一直不見 他其實就跟 呃 當地人 他們其實 花很多的時間想要去 呃 告訴外面聲音 可是其實也一直不斷地被政府壓抑 所以 即便我們離他們這麼近 其實 可是我們其實對這個地方的情況 是一無所知的 對啊 那這個是我很簡單 就是 講 講了一下這部片的一些 遠遊跟我自己的 呃 背景 然後我不知道大家 就是在剛剛看過或是聽完我講 有沒有什麼特別想要知道的部分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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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